左邊這個是一般的魔術方塊 它是貼上六色貼紙 但是貼紙上面沒有圖案 這個方塊會比較簡單 右邊這個是 每一面是貼上有圖案的一個貼紙 貼上這樣子的貼紙之後 這個方塊會比一般的魔術方塊在哪一點 難在哪裡 難在它的中心 它的中心就不能不考慮它的方向性 如果方向性不對的話 這個圖案就會很醜 所以我們在轉這個方向 在轉這個方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考慮它的方向性 這個解法主要是在教你 怎麼去考慮這個方向性 還有處理這個方向性的問題 所以 在看這個影片之前 你必須要先會轉這個方塊 一般的魔術方塊必須要先會轉 我不會針對 三乘三的魔術方塊的一些細節 做太詳細的說明 所以 必須要先學會 三乘三魔術方塊 這個是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把方塊打亂 那我們會挑一個圖案開始轉 那一開始轉 在轉第一個圖案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遵守 我們要先轉十字 先轉十字 那不管以前你三乘三 第一層是怎麼轉 我們轉有圖案的魔術方塊 必須要強迫自己 要先轉十字 那以這個Kitty的圖案來講 十字其實有一個已經 已經 已經對到 但是它的方向不對 這看起來是Kitty的這個 左臉頰 可是它跑到上面去 那這時候我們要 第一個十字的這個邊 我們就要開始對位置 那我們必須要先把它 先轉到 先離開第一層 然後把第一層 把這個Kitty的中心轉個位置 再轉回來 這樣子Kitty的臉頰 就完成一邊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找三個 三個Kitty 那這裡有一個Kitty的頭 Kitty的頭是在這裡 這裡要轉到這裡 那方式很簡單 轉上來 再來 Kitty的頭對到 那再來 再來 這裡是一個Kitty的腳 Kitty的腳 腳要到這裡 用很簡單的方式 腳對齊了 上來 剩下Kitty的右臉頰 右臉頰在 在這一邊 這邊 這個要轉到這裡 很容易 上來 OK 我們檢查一下 Kitty的十字 轉好了 那轉完第一層的十字之後 我們先不要急著轉四個角 我們先開始對第二層的中心 我們先對一下第二層的顏色 第二層的這個 第二層的這個 先對好 那這個中心已經對到了 兩個圖案是一致 方向是一致 但是這一個 這個Kitty的臉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說 這個中心需要旋轉 因為這個已經沒辦法旋轉了 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中心需要旋轉 所以我們把這個 已經轉好的邊 我們先轉到第三層去 先到一邊休息 先到一邊休息 但是我們要記住 這個頭的方向 這個頭是朝 朝這個方向 我們先讓它到一邊休息 這時候 我們再來轉這一層 轉這個中心 然後再讓這個邊回來 這樣就可以對到 然後再把 邊歸位 再來第三個中心 這個是對到 第四個中心 這個一樣方向性有問題 我們用一樣的方法 把它先轉到 第三層去 大概記住它的方向 方向是要朝 是要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先把它 那這個是剛好反過來 我們先把它 放到一邊去 那這個要剛好反過來 再轉回來 確定方向是對的 再把邊轉回來 這樣子 第一層的十字轉好了 包含 它跟第二層的中心 也都對好 解完第一層的十字 而且 對齊第二層的中心之後 那接下來如果你是比較進階的玩家 你會先轉 頭兩層 F2L 那基本上 F2L的公司 比較不會有問題 它不會動到 我們已經轉好了 這五個中心 我可以先示範一下 讓這兩個轉好 它並沒有動到像0的中心 那這個也沒有 那如果你是用Layer一層一層轉的方式 那你會先轉這四個角 那轉這四個角通常也不太會有問題 也不太會有問題 比較有問題的是我們要轉第二層的這個邊的時候 比較會有問題 那解第二層的邊的時候 我們主要會用到兩個公式 那第一個公式沒有問題 第一個公式是這樣子 這個要轉到這個缺口 藍紅 藍紅 它要轉到這個缺口 它是先在第三層 把這個配爾先組好 然後再放進這個slab 這個公式比較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看 那今天這個是藍黃 這個是藍黃 這個要轉到藍黃 要轉到這個位置 要用一樣的公式 相鄰的中心不會受到影響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公式 就要小心 因為這個公式 建議不要使用 因為它會影響到第二層的中心 像這個 這個藍紅 藍紅要轉到這個 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會這樣轉 一樣把這個邊轉好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公式 用在這種有圖案的 魔術方塊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變化 這個邊一樣是轉好 但是我們發現說 這個中心它會被轉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公式 我們要盡量避免使用 那接下來是轉第三層 那第三層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公式 我們就沒有限制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 為了不影響到這些中心 去改變第三層的一些公式 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現有 已知的公式去做 那如果萬一真的動到中心的話 我們最後再用兩個公式 把那些中心處理掉 所以我們用任何一個方法 把我們的第三層轉好 轉好之後我們大概會碰到兩種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 只有一個中心它是整個反過來的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所有中心都對 只有這個中心它是整個反過來的 一個方法 單一個中心做一個 180度的旋轉 就是整個反過來的旋轉 這樣子叫做180度 單一個中心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可以用 上順下順 相較一個動作 我們上順下順做五次 這個就會轉回來 上順下順第二次 上順下順第三次 上順下順第四次 上順下順第五次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轉180度的中心把它轉回來 第二個你可能碰到的 中心旋轉狀況會有 這種 有兩個中心 它是需要 它不是180度旋轉 一個是順時針轉90度 一個是逆時針轉90度 像這一個 它是順時針轉90度 那這一個它是逆時針轉90度 那碰到這種 這種 這種狀況 我們有一個萬用的公式可以用 那我拿一般的魔術放回來示範 那首先我們會把 要旋轉的那兩個中心 放在第二層 那第一個要旋轉 我會面對自己 那第二個可以放在左邊 可以放在右邊 可以放在後面 都可以 反正你可能就是這兩個要旋轉 或者是這兩個要旋轉 那我現在拿這兩個來示範 如果今天要旋轉的中心是這兩個 那我拿這個來示範 那首先我會先把 第一個要旋轉的中心 轉到上層 那第一個要旋轉的中心 如果是順時針 要旋轉 我們就是把上層轉一個順時針 然後再把 這個中心回到第二層去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第三層會暫時破壞掉 那這時候我們先不要管它 那我們繼續旋轉第二個中心 我們再把第二個中心 轉到前面來 然後再轉上去 那這時候第二個中心必須要做另外一個方向旋轉 逆時針旋轉 那旋轉完之後 再回到第二層 然後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那這時候你看 這個傳統的魔術方塊 它其實沒有任何變化 事實上沒有錯 因為它 它完全不會破壞到原本的33 但是它對中心的 中心的一些轉向 它其實有做一些改變 那我們現在拿這個 有圖案的魔術方塊來做例子 那現在 這兩個 這兩個中心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要做旋轉 所以我們把它 放在第二層 那這一個是要做逆時針旋轉 這個要做順時針旋轉 那所以我們先把第一個 第一個轉到上層去 那它要做逆時針旋轉 所以我們逆時針旋轉 轉完之後 再回到第二層 這時候我們對一下 中心是不是 方向對 方向對 方向確定對了之後 我們再把另外一個要轉的中心 轉到前面來 那這個是要做順時針旋轉 所以它轉到上面去 再做順時針旋轉 再轉下來 我們會發現 我們會發現它的中心也對了 那同時這時候第三層恢復了 那這時候把這個 這個中心回到剛剛 剛剛原始的位置在右邊 那這樣子這兩個 這兩個中心就轉好了 那比較極端的例子是 兩個要旋轉的中心 是在正對面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要做逆時針 這個是要做順時針 那我們用一樣的方法 把第一個要轉的中心 面對自己 然後它往上面轉 那這個是要做逆時針旋轉 逆時針旋轉 轉完之後 回到第二層 那這時候再把 反方向的這一個中心 轉到前面來 那轉到前面來之後 再轉到上面去 那現在這個是要做順時針 轉完中心之後 再下來 你會發現 方向對了 這時候再把 中心轉回去 這時候這兩個中心 它的轉向 就會正確 其他的中心沒有影響到 剛剛所說的中心旋轉 都是一個順時針 一個逆時針 那如果我今天碰到 兩個都是順時針 或者是兩個都是逆時針 那這個是屬於組合的case 它基本上就是 一順一逆 再加上一個180度 那以這個case來講 這個 綠色中心不對 這個 黃色中心也不對 那它們都是 逆時針 這個要逆時針轉90度 這個也是逆時針要轉90度 OK 那我們一樣把中心放在第二層 那兩個都是逆時針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一順一逆的時候 先做順或者先做逆都沒有差 所以我們隨便做 先把中心轉上來 順時針 中心轉下來 這個雖然 這個沒有對 轉向不對 可是沒有關係 另外一個轉向會是對的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中心過來 轉上去 逆時針 下來 另外一個一定是對的 會有一個對的 一個是錯的 再把中心恢復 那這時候 這一個會變成180度 那180度之後我們再用 轉180度的公式 上順下順 上順下順 做五次 上順下順第三次 上順下順第四次 上順下順第五次 那這樣子兩個中心 通通都轉好 但兩次 是的 是